说到民主是怎么消亡的 没有什么比希特勒在1933年的崛起更能说明问题的 早在十年前 也就是1923年 他搞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里边 其实希特勒的暴力已经显露无遗了 一群手持着枪的人 他的忠实的忧护者发动了恐怖袭击 控制了政府的大楼和巴伐利亚官员开会的地方 也就是慕尼黑啤酒馆 后来他在狱中还写下了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 但是你能发现他后来真的是通过选举拿到了权利的 起初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是拿不到任何的选票的 而当时的威马政府 其实是由天主教自由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一个民主的联盟 1919年建立的 到了1930年 因为随着德国经济的衰退 那么中义的右翼的就开始陷入了内讧 而因为号召什么平等啊 什么公平啊 这个拿到富人钱呢 共产主义和纳粹的声望再不断的上升 1930年的时候啊 民选政府终于因为大萧条 经历的各种痛苦啊 措施怎么解都解不了了 所以呢不得不倒了台了 又因为陷入了政治僵局啊 反而呢他的政府以后再有什么措施啊 也执行不下去了 而当时呢一战的英雄新登堡 他作为这个总统啊 也特别想呢 利用宪法赋予给国家元首最大的权利 就等于他利用宪法啊 他因为执行不下去嘛 所以呢他就 在宪法中啊他抓权越抓越多 而且啊在议会中 其实他没有获得多数派的支持 他就任命了总理了 目的啊 其实不仅是为了他继续执政 其实当时他主要还是想把那些 左翼和右翼特别激进的分子 给排挤出去 在他任命当中啊 他先任的那个有一个那叫 布鲁宁 算是一个经济学家啊 哎想呢 哎懂经济吗 那你能来呢 帮我把这经济弄上来啊 其实就是德国这次的失败啊 也让这个自由世界也反思了 就是后来的那个 就是说 战败的国家啊 你不能够打得他 彻底起不来 你还得赶紧让他恢复经济 否则 就是第二个 希特勒又出现了 因为经济啊 你弄不下去的话 老百姓他就会 支持那个特别右翼和特别极端的 这布鲁宁啊 就 失败告终啊 而且啊 任期特别特别短 后来他是逃离了德国了 到哈佛大学去当教授去了 那星登堡呢 一看不行啊 又开始求助于 冯帕 帕潘 帕本 或者叫帕潘 帕本 这是一个贵族 结果呢 还是不行 日益绝望的情况下 新登堡又去求助 这个帕本的 应该算是好朋友 但是又是竞争对手 前国防部长 施来吃儿 这个家伙 可是啊 这时候在国会里啊 没有一个党算多数党 就是你提出什么来 在这个议会都过不去 这下啊 这个政治僵局就一直持续了 到了1933年的1月下旬 一个由对立的保守党 组成的一个小集团 认为呢 必须得有所作为了 否则这国家完蛋了 于是他们想啊 我们搞一个妥协或者说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找一个局外人吧 也就是说我们找一个受欢迎的一个政治素人来临的这个政府 当时他们觉得啊 这个政治素人只不过就是有一点什么追随者啊 能够拿到一些政治生育 但是呢 他们认为这个人是可控的 毕竟啊 政治素人嘛 能有什么能耐啊 他们可以控制这个政治素人 其实在这个解决方案里啊 策划人是那个第一个那个总理判 他当时啊 就好多人其实对希特勒要上来啊 做总理啊 其实还是很担忧的 他就用了一句话把大家的担忧给消除了 说你就让他干去 顶多了不出两个月 我们就能把他啊 你看他喊 娃娃叫 你瞅着 咱们就能给他逼到墙角去 完了呢 他就像一个老鼠一样的在那吱吱叫 应该说这种误判或者轻视啊 简直是致命的 意大利的和意大利的莫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 这整个这个过程啊 凸显了就是像这样的联盟啊 致命的弱点 你最后发现啊 很多独裁者他上台的时候 都是因为这种联盟让独裁者上台的 而经济危机呀 公众的不满情绪高涨啊 还有呢 主流的那些政党啊 在选举中的衰落啊 都考验着 其实就是那些非常有政治经验的 这个政治家的判断力的 一个让一个有魅力的政治素人 他在展露头角的这时候就去挑战了旧的秩序 还赢得了人气 其实对那些建制派或者说 觉得自己啊 有控制权的政客来说 他们当初的初心只是想拉拢这个人 给自己拉点人气 这是一个魔鬼交易 因为你知道啊 其实对这个政治素人 他拿到的分数 或者说他拿到的利益是 大于这个联盟里所有人加起来的总和的 因为什么呢 等于这个联盟给了这个政治素人足够的尊重 给他加值了 就等于这个人 他要再上台 他就成了一个 本来是个局外的 他现在成了一个合法的竞争者 你像二十年代初的意大利啊 旧的自由党统治时期 社会确实动荡 到处也都是各种的 罢工啊什么的啊 而这个在传统的那些政党 在议会里啊 也没有特别稳固的 大多数席位了 就是政党太多了 这个票数啊 也特别分散了 所以到了第五任啊 这个总理 杰奥利蒂的时候 他简直是绝望的不行 当时啊顾问呢 就拦着他呀 他根本不管了 就觉得呢 我必须吸引这个法西斯的那些追随者 我需要他们的选票 而且呢 他没有评估 直接就提前举行大选 而且啊他还是让沃索里尼 等于加入到了他的那个联盟 这个联盟是由民族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他的自由党组成的 叫当时叫什么来着 资产阶级联盟 这一策略啊 他并没有成功 最后啊 他整个他去参选啊 他只拿到了20%的选票 弄得他啊 还不得不辞职了 可是呢 就是经过他这一骚操作吧 他让沃索里尼 这下崛起有了合法性了 因为在以前都是进不了这局的 你也顶多在街头闹腾闹腾 其实像这样的联盟啊 并不是只发生在欧洲 你像后来的查维斯的崛起 也是这么起来的 从58年以来啊 委内瑞拉一直是南美洲啊 就等于应该算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 而查维斯啊 当时他只是一个下级军官 完了后来因为搞政变啊 搞两回还都失败了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素人 一天的公职都没干过 但是呢 他的上台就是由这个家伙 这家伙谁呢 这家伙就是委内瑞拉的民主的奠基人之一 前总统卡尔德拉 这家伙帮着查维斯给推上去的 在委内瑞拉啊 有点跟那个美国似的 就是一直长期就是两个政党啊 轮流执政 一会儿是你的这个中左翼的民主党 一会儿是就是卡尔德拉的那个中右翼的社会基督党 而且一直都是和平的这个交替 共同的交替执政 应该说这么周呢 和平了三十年 到了七十年代啊 其实大家全世界都认为委内瑞拉 你想了那时候南美洲早都开始各种政变啊什么的啊 这好这简直是典范 可是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 因为他的经济出了问题了 他因为过度的依赖石油啊 再加上后来啊 这个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 低迷低迷低迷了十多年 贫困率啊 几乎翻了一番 那么就造成了普通的委内瑞拉人心怀不满了 那你想普通的人啊 他们在选票中是占大多数的 因为都是金字塔型的嘛 所以现在好多人说 我们应该那个枣弧形啊 那个叫什么呢 椭圆形 就是中产阶级占大多数 才是最理想的一个社会结构 八九年的二月啊 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 老牌的政党们呢 一下看天哪 遇到大麻烦了 也就是在三年后吧 一群下级的军官起兵 反对这个当时的佩雷斯总统 这叛军的头头就是谁啊 就是查菲斯 他们自称啊 叫我们是玻璃瓦尔 玻璃瓦尔啊 就是那个独立 受人尊敬的那个独立英雄 西蒙玻璃瓦尔 可是这次政变啊 失败了 完了以后呢 那个查菲斯也被抓了 完了还在电视直播中 告诉他的支持者 你们放下五七八 可是 他现在成了穷人们心中的英雄 天哪 他为了我们啊 你看看 都进监狱了 所以有时候好多人说 要不然那个 不能让他死 死了 他也会成英雄 要么你别抓他 抓了他也会成英雄 这个啊 真的有一个社会规律一样 这家伙出狱了以后啊 接着干 11月等于这一年 他发生两回政变 又来一次 但是呢 还是失败了 后来呢 他就觉得 我得改变战术 我老这么弄啊 不行 那我呢 既然那么多的人支持我 我就通过选举吧 我来拿到我的权利 但是啊 在那时候 即便有大多数底层人的这个票数 他仍然需要这个政治助力 这个卡尔德斯 卡尔德拉这个前总统啊 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老政治家了 你想 民主奠基的一个创造人之一啊 可是在这个 这两次的政治政变啊 这92年这一回啊 他的这个政治生涯和这个支持率也开始不行了 其实在四年前啊 他当选的时候啊 他并没有得到自己的党的提名 你知道吗 大家就觉得你太老了 都76岁了 你就别再干了 可是他觉得啊 我有历史责任啊 这往往有的老政治家啊 就是大了以后 依然觉得他有那个历史责任感 那他就想重返这个总统宝座 觉得呢 我要力挽狂澜 查维斯的出现啊 让他发现 哎 我能拉住一个盟友 所以在查维斯发动了首次政变的那天晚上啊 他就在这个议会上 开那个紧急联合会议 就公开的说 我拥护查维斯 并且啊 直接宣布 说我们的人民啊 认为自由和民主 没法给他们饭吃的时候 你也不能够阻止天文数字般的这个生活费用上涨的时候 啊 完了你还不能够终结腐败 那你怎么能够去要求人家为自由和民主去牺牲自己啊 那人家肯定就愿意要一些专制的行动 或者说极端的行动 其实这个惊人的演讲啊 是他的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了 因为他等于就融入了查维斯那个繁体制的那个圈圈里了 当然他支持率是急剧的飙升了 所以他在第二年成功的以个人参选的名义 因为没一个党支持他的嘛 但是他选票多呀 当选总统 倒是他的支持率是提高了 可是啊 他给那个政治素人带来了政治荣誉 而且是极高的政治荣誉 因为他并没有谴责这个搞政变的人 搞的那种就是极端的行为 结果呢 就等于在主流政治这个圈子里啊 给查维斯敞开了大门 应该说这对韦尼日拉那帮老派的政党啊 两大政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嗯 五年后吧 哎该轮到查维斯 风水路转了 其实这个前总统啊 他刚当总统的那个1993年啊 查维斯还关在监狱里呢 那时候还面临着叛国罪呢 可是呢第二年等于他啊 还没来得及审判呢 他就把这所有指控给撤销了 结果啊 这查维斯刚刚一获释啊 有一个记者就问 说你获释了以后想干嘛呀 查维斯回答说 去夺权呢 当然释放查维斯啊 可能他是顺意民心 民心所向嘛 而且他当时参选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这承诺 可能好多人才投他的这个票的 他是承诺过的 不过啊 他内心深处是跟委内瑞拉的那些精英们 一样一样的 就认为这查维斯 过眼烟云 可是啊 你知道啊 其实他错走了一步就什么呢 他撤销了指控 等于没接受过任何审判 就赦免了 这一下你想 查维斯就不是个罪犯了 他的政治地位就更高了 所以到了98年 查维斯轻松的就击败了建制派 赢得了总统大选 就职的当天啊 这个前总统 那个卡尔德拉 也没按照啊 查维斯的就过去传统嘛 就是你这个总统要宣誓就职啊 那查维斯根本就没理的 就连在过程都是 比如说他得先说几句啊 完了说我把我的职位啊 让给你了 完了那个人呢 再当他面还得宣誓一下啊 什么的 没有 理都没得 乖乖的被晾在一边 就那么黯然的站着 尽管这三个独裁者啊 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但是你能看见 他们上台的套路啊 都惊人的相似 就是 政治素人 都是 另外呢 都是老派的那些政客 双手奉送般的 把他们送上了政治顶端 并非啊 所有的民主的国家 都陷入过这样的陷阱 你比如 比利时啊 英国啊 哥斯大利加啊 芬兰啊 其实也都面临过像这种的 特别能蛊惑人心的 这种政治人物上台的啊 但是呢 你会发现这几个国家啊 都成功的把那些人 给及时的赶下台了 那么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好多人认为 这还是人家选民的智慧高 普遍的那个民主的那个 意识强 那你要觉得 比利时人 哥斯大利加人 真的比德国人 意大利人就更民主吗 或者说 大家都觉得 哎呀 反正这个政府的命运 都掌握在选民的手中吗 那么如果选民都有 普遍的民主价值观 民主就会安全的 而作者认为啊 这个观点绝对是错误的 因为你看啊 其实在纳粹和法西斯 拿到政权之前 大多数人是不喜欢 不支持专制的 而当时他们的这个 在比如说 拿到权力之前啊 只有2%的人口 是他们的党员 在这个自由公正的选举当中啊 其实他们并没有拿到 接近多数的选票 相反在他们上台之前啊 反对他们的选民 其实是占绝大多数的 就是你要真正的按 一个票一个票 这么选 他们是选不上去的 可是你知道吗 他俩 就是在那些政客 就是已经在政界当中的 那些成熟的政客 支持下 而且对这些人的 那个危险视而不见 帮他们拿下的政权 这个确实是要值得深思的 好 下期接着讲 下期接着